没有哈美尼一的伊朗时代会有一段挣扎和暴乱期 最后是我觉得美国以色列的决心会整个彻底的改变 不管如何伊朗的政教合一是进行不下去了 伊朗的政教合一进行不下去 对我们的习太阳 他所有的路子就想学毛泽东 霍梅尼 哈美尼一 普京就这几个人的榜样 对他来讲精神上心理上是个打击 更重要的事情对中共的油啊气啊能源上 这所谓的自信的基础也是个打击 可以说是非常不吉利 马上宣布的伊朗说霍梅尼 哈美尼一过世的消息之后 伊朗和中共的关系将非常之复杂 这次分开与过来 我们在修理上